今年大学分发入学的管道12号棒棒 受到了招考制度改变跟少子化冲击的影响 有51所学校出现了1.4万多个招生缺额 比去年大增5倍也创下了新高 公立大学部分缺额最多的前三名学校 分别是嘉义大学 东华大学 还有屏东大学 另外清华大学也有两个幼教系缺额 私立大学的部分文化大学缺额2378个 是全台湾缺额人数最高的学校 校方表示未来招生人数会做瘦身 也会以国际学生来填补缺额 太好迎接大学生火了吗 今年大学分发入学的管道12号放榜 录取率高达98.94% 只有269人没被录取 受了考招改制和少子化的冲击 今年有51所学校出现1.4万多个招生缺额 比去年大增5倍也创下新高 对现在准备打拼考大学的高中生来说 怎么看这现象呢 可能还是错多或少会有影响 相较于之前年龄从的竞争力 可能真的会相较比较低多 统计参加招生的1900个系组中 有650个系组招生名额没有满五成 其中更有180个系组招生名额挂邻 考分会进一步分析缺额比率比较多的科系 为外语学群缺额率62.47% 其次则是管理学群和文史哲学群 而这些也是私校最常开设的科系 无论是国立或者是私立大学 它都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现象 也就是说它在这个缺额 或者是学生同学把它的志愿素 填得比较后面 那因此缺额的现象比较明显的 这个大概是一致性的问题 如果以学校来看 缺额人数最高的是文化大学2378个缺额 但将合一手则位居第二和第三 在公立大学方面也有22间学校出现缺额 包括嘉义东华和屏东大学是缺额前三多的学校 而鼎大象清华大学也有两个幼教系缺额 先从国际生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搭配盘点整个 第一个在本国招生的部分就是要做寿生 缩减招生免额和招募国际生 能不能彻底解决目前的现况 恐怕还有待观察 记者总到